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吕月琪 许多人看到宠物店的小猫小狗 难免会停下来多看一眼 甚至产生想要购买的念头 但你知道吗 许多以合法执照 掩护非法的黑心宠物店 跟劣职的繁殖场 现在已经是成为难以根除的地下乱象 根据我们掌握 近期新北市有多名的议员都接到陈情 提报新北有多家的宠物店 长期贩售来自黑心繁殖场的病犬病猫 而顾客买回来模样可爱的宠物后 没想到不到几天 他们就发病死亡 而遇到这样的状况的受害者 已经有上百位 而且遍布全台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就指出 这些店家贩售的全知来源不明 更直指他们是将小生命当成 炼财工具的黑心店家 而另外新北市议员黄俊哲也提报 板桥的业者疑似贩售生病幼犬 店家还无法交代宠物的来源 是不是合法的繁殖场 这样的黑心乱象多次被提报 但是这些业者却有一套巧妙的集团式 运作手法 让主管机关可以说是抓不胜抓 消费者更是求助无门 本期节目我们就透过镜头 独家直击宠物黑心市场乱象 新北黑心宠物集团 恶劣事迹层出不穷 尤其是板桥新庄几间特定宠物店 早已成为网友口中的黑名单 可以看到不止新闻媒体屡次点名特定业者 在PTT宠物社团上搜索 也可以发现多名四主抱怨在店家买到病猫病犬 甚至短短几天就突然发病死亡 对于这样的投诉 业者往往撇清责任不愿意退费 甚至要求顾客回店内补差额换购其他狗狗 等同二度获利 记者实际追查 点开近期遭到爆料投诉的其中一家宠物店 就发现Google评价页面的分数竟然意外的高 原来业者被踢爆 靠着低价打广告洗好评等方式提高询问度 如果不特别翻查店家的黑历史 消费者往往容易上当受骗 这个集团基本上就是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那他们在板桥跟新庄一带 其实有非常多联合的店家 那他们都会互相的去钓狗 那所以这个生病的狗 它一旦进到了某个店家里面 就会造成整个店家里面的狗都会受害 基本上板桥这个黑心店家这个集团 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 那这个爸爸在几年前 在新庄有一个非法的繁殖场 那被抓到之后 他就逃到苗栗去继续去做这个繁殖的这个繁殖业 那儿子就留在板桥这一带继续贩售 那所以他是一个上下游是一体的一个单位 那不过像我自己这样子查下来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去稽查这些店家里面有非常多的小狗 其实他的晶片根本没有办法显示他真正的来源 那也就是说很多的繁殖的狗狗 可能也不一定是来自于他的爸爸去繁殖出来的狗 可能是来自于各地的狗场 甚至是私繁的这个小狗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这些犬之来自于哪里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些狗狗 他的父母到底活得好不好 是不是在一个很良好的环境进行繁殖 根据我们掌握议员所收到的陈情案件 从去年6月至今就有将近100件投诉 这还不包括提不出相关证明或是诊断报告的受害者 而黑心宠物集团最恶劣的就是疑似 刻意贩售不健康的狗狗给消费者 而犬殖死因当中最大宗的救赎死亡率极高 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全小病毒 而让人不解的是业者贩售染病幼犬的行径 明明截二连三被爆出 为什么仍有大批的消费者愿意上门继续购买 这一些业者他们都会用一些比较便宜的价格 来做一些促销的手段 吸引消费者来购买 那可是购买之后可能后续当出现问题 他也不愿意做赔偿的动作 所以造成很多的消费者受害了 那从去年到现在 关我的服务处大概就已经有接获上百件的个案了 那所以你就知道没有来找我的人可能是更多的 所以这个集团其实一直以来都用同样的手法 而且他们就会习惯请 就是来到店里的客人给他们一个五星评价 那评了之后可能就会有比较便宜的小狗可以买 那我想消费者经由这个状况 后续的消费者也会误以为这是一个优良的店家 然后持续的这个购买持续受骗的状况下 那钱越赚越多 当然我们会发现他展店的状况 就也是非常的多 遭到议员提报的黑心宠物业者 疑似是以合法掩护非法大赚黑心钱 有传出有业者为了让宠物的脉象好看 竟然在猫咪的脸上打破尿酸 让猫咪看起来比较圆润讨喜 结果民众买回家后 发现宠物的脸上竟然开始掉毛还瘦一大圈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动保法可以依法送办 而黑心业者的夸张行径还不止一桩 这家在新北市板桥的宠物店 去年被爆出贩卖生病的幼犬 不少受害的四主一买回家 宠物几乎都在三天后死亡 业者被依法送办后 店家也遭到勒令停业 没想到之后疑似是换个名字 再找人头挂名 在原地址借壳上市 重新开业 这样的恶劣手法也引发民众的惑伐 凸显出从恶劣的繁殖场到黑心宠物店 被停业又改名再开业 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法 早已经不是新鲜事 新北黑心宠物业者卖病犬 引发争议 这样的消费纠纷早已不是个案 过去议员就曾整理受害名单跟证据 正式向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出质询 更要求动保处不要再指示侵罚 应该列为重点稽查 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根据实际了解 表面上合法的黑心业者 之所以能游走灰色地带继续生存 一大原因就来自动保法规跟契约 对于贩售并犬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明文限制 也等同无法可罚 另一方面即使消费者在上门询问前 会先确认业者是否具备合格许可证 但即便是合法业者在后续的买卖契约 以及对毛小孩的保障上 仍然是现行法规难以顾及的三不管地带 其实我们路路续续有接到民众或是什么投诉案 其实没有到上百件没有那么多 不过就是不少 可是我们一定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流程 接获通报 不管是哪个1999也好 或是哪些 或任何民众打电话的也好 我们都会马上启动 我们那个特例从业查核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 就会马上派原机查 但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们平时也会对我们的那些特种店 做一个主动机查的措施 那如果说它有违反动保法 你就依相关规律来查处 那个其实就情节严重的话 也会就是撤照 对动保处而言要主动搜证出击 可说相当不容易 截至目前官方已经成功撤销四家无良业者执照 为了杜绝这样的乱象 新北市更制定了特定宠物买卖契约 针对特殊宠物买卖 制定7到15天的保固期 但可惜这样的定型化契约 并不强制业者一定要使用 根据议员提供的资料 就有不效业者自行修改契约 制定相关规定 除了要求民众在买卖时 放弃定型化契约保障 更把犬猫买回的保固期间 线缩到三天 一旦超过三天才发病死亡的宠物 四主只能自认倒霉 而这样的卸责手法 也几乎形成一套惯用的SOP 针对网路上的爆料指控 以及议员提出的陈情案例 记者实际致电卷入宠物买卖纠纷的店家 业者只表示对于个别消费者 在网路上的爆料情况并不清楚 要求记者提供消费者的资料 购买犬只日期作为比对 另一家业者则回应 目前不便回应 详细情形必须交由老板回答 而面对这样的宠物买卖纠纷 消费者除了必须睁大眼睛 更应该主动要求业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以保障自身权益 面对宠物买卖市场乱象频传 争议不断 甚至爆出合法掩护非法讲公开的秘密 未来除了靠官方铁腕机查 揪出不法 也提醒消费者签约前 要睁大眼睛多加询问 避免成为下个受害者 以上是记者陈宜君采访报道 全台宠物商机将近600亿元 但你知道吗 整个宠物市场正面临最大危机 可以看到现在宠物买卖的定价 是相当混乱 交易契约也没有保障 加上台湾法令对于业者的规范 都过于宽松 造成许多无辜的小生命 沦为不肖业者的恋财工具 想要杜绝悲剧再发生 未来还是得从主动的稽查 严格取缔 落实到源头管制 也提醒消费者在消费时 要谨慎地去挑选合法 有信誉的业者 不要因为一时对宠物的爱心 或是对品种的迷思 让我们意外成为黑心业者的帮凶 另外也可以透过行动 支持台湾动保行列 以领养代替购买 给许多猫猫狗狗一个温暖的家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 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走开 提醒你要记得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新闻议题